诸苦所因,贪欲为本,有的时候,由于一念的贪心,从而演变,往往就造了大恶业。假若再加上一念生称狠心,这个业就造大了。造完后,等恶业成熟时,一定自己来承受苦果的。正如《铜百叶经》上所说,所造的业不会在外界的地水火风所接受,也不是别人所接受的。比如骂别人,别人得不到。 最后,果报都会如实地回馈到自己头上。